海外资产这块有办法调查吗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海外账户都是委托人账户的个人账户 要查起来很难 而且就算查到了 要进行海外资产分割的话 也并不容易 我这边现在美容中心和早教中心的企业账户 已经被法院冻结了 除了员工工资以外 只能进不能出 目前来讲经营状况还算是比较健康的 就是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这简直就是渣男中的战斗机了 唯一的好消息是 委托人目前最大的个人资产 是玉兰集团百分之二十八的股份 这笔资产是通过继承所得 且当初继承的条件之一 就是不可转让给Payle 虽然这些年来 委托人的丈夫一直敬着玉兰集团 但他没有任何股份 说句不好听的 其实就是个拿年薪的打工仔 不过玉兰集团的确是在 他的经营下发展装大 委托人以前有一个哥哥 一直在管理公司 为什么后来管理权 到了委托人的丈夫手里 齐律师 你的洞察力 没错 玉兰集团一开始的掌门人 并不是委托人的丈夫 玉兰集团的创始人过世之后 他的三个子女分的股份 其中大儿子获得百分之二十三 委托人和他的妹妹 各获得百分之十四 后来集团内发生过一次股权变更 委托人的妹妹 也就是赵丹萍的母亲 把自己的股份赠予了委托人 因此委托人成了玉兰集团最大股东 同时他的丈夫也成了集团组经理 赵丹萍以前说过 他跟他大哥的关系并不好 所以可能矛盾就来自于 这一次的股权变更 没错 股权变更 主帅化人 兄妹之间发争举语 这也能理解 虽然委托人的丈夫 经营着玉兰集团 但本质上 计算跟他没什么实际关系 我想这应该也是 他心中的一个痛点吧 别人家的东西 就算放在你家一辈子 最终也是别人的 委托人这些股权 换算成现金是多少钱 你算一下 如果折算成市值的话 稍等我算一下 二十二亿 对 就是二十二亿 这就是算机好的 唐定芳一开始就想用玉兰集团 来填洛威玉兰的坑 她是有多恨她老婆呀 骆威玉兰五年前成立 五年前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五年前 五年前她儿子出国 她认识了她儿子 现在的海外监护人周西旺 不会吧 那周西旺除了年轻 也不是什么国色天香 庞定芳怎么可能 为她做这么大的局 她要是找 多的是年轻漂亮的 这什么眼光啊 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女人了 委托任大哥的儿子五年前 就进入了玉兰集团 这很明显 从集团未来接班人来看 庞定芳 早就感受到了威胁 我认为庞定芳这种人呢 年轻的时候情感压抑 凭借老婆的东风出人头地 人到中年出轨并不止是贪图肉体 更多的是宣告自我的存在 咱们先吃饭吧 好 我回外败 行 吃着 喂 怎么了 我今天在加班 可能没办法请你吃饭了 没事 你什么时候下班啊 不好说 什么事啊 没什么 下班告诉我 我去接你 不用啊 我有电话进来了 不跟你说了 喂 喂 是我 喂 喂 什么事啊 我要跟你谈一谈 骆威玉兰的事情 骆威玉兰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知道你们程语辉 现在代理了蓝总的离婚诉讼 如果你想聊这个 咱们就别聊了 我不会跟你说任何 关于骆威玉兰的事情 计划赶不上变化块 这件事情我们俩最好当面聊一聊 你要方便的话 我在你们公司附近等你 不方便 我在开会 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我等你 李律师 麦麦 这么快啊 还热 什么呀 不知道 粥吧 臭死了 别看我臭死了 你给我 有纸吗 给我一张纸 我受不了这个 有什么东西 刚刚有人送到前台 说说给秦律师的 给我的 我们以为是您叫的外卖呢 还说怎么这么快送来了 用这种下酸烂的手段 也干不出什么大事 赶紧拿走 给你拿走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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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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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你我 我帮你我 报警啊 我 我记得 别喷了 别喷了 越喷味道越怪 不然今天就这样吧 散了吧 我请大家喝一杯吧 一起去吧 不吃了 我有约 喝吧 你坐在那儿喝吧 大家坐在那儿去 你管他 当然你的 你会len我 她在这儿喝吧 你不服了吗 他就是 我还是不服了 那些饭 我喝完了 好喝 我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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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喝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在哪儿 地下停车上 我去找你 不用 我先来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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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了 那我现在绕过来找你 这么好 今天想给我打电话啊 秦律师 秦律师 别害怕 我们兄弟找你是关于落魏玉蓝的事 你认错了 我不是秦律师 行吧 行吧 回来吧 秦律师 你 追啊 喂 喂 秦律师 秦律师 走了没 没有 这娘妈太活动了 这我不信了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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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兄弟 哪儿来的 这事跟你有关系嘛 劝你少多管先生 你们知不知道这么做已经违反了 我是律师 我已经报警了 赶紧走 得得得 兄弟 你懂法 我们也懂法 我们只是想找这位秦大律师聊聊天 我们什么都没做呀 对了 警察来了正好 我们现在怀疑你对人家秦律师图谋不归 把人放开 放开 秦施 你记得我教你的吗 你帅疼疼吧 疼 起来 起不来了 起来 我以后当律师 我又不当保镖 律师也是高位职业 那以后保护又 我又不可能永远在你身边 起来 来 请我 对于女性来说 防身术只有一周 出奇之胜 打不过就跑 好了 你怎么来了 走 快走 等一下 等一下 那边 她一干可以的 我们去就帮她忙 不行 你们人太多了 她扛不住 你先回去吧 你在这儿等我 我去 对不起啊 我 我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看 我们才是受害者 再说 我们有委托说的 是提克会办事的 他们全动着手 还行 就是有点肿 没事的 什么还行 你又不是医生 你怎么知道没事 你看你这样说话 肯定是没事的 懂吗 走吧 坐我的车 我们三个人去派出所 录个笔录 我们自己有车 坐谁的车不都一样吗 我还有话跟秦师说呢 那就更没必要了 你有话要跟我太太说 那就坐我们的车说 时间不早了 我们早去早回 你身份证还在我这儿呢 我对插足别人的感情 不感兴趣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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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我饿死了 你怎么啦 在车坐得不舒服啊 在车坐得不舒服啊 你怎么啦 在车坐得不舒服啊 是你一定要跟我们一起上车吗 是我的车 陶律师 你不说有事跟我说吗 我想跟你谈一下债务清偿问题 债务问题你要去找庞定芳啊 找我干嘛 你们这两天在做 夫妻共有资产的调查吧 旁定芳的刑事罪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如果现在积极偿还债务 刑法上还是有商量的余地 债务问题是旁定芳一个人惹出来的 与我的委托方无关 可是这些事情 发生在他们夫妻婚姻存序期内 庞定芳和蓝总是夫妻 她很难从她享受到这一切当中 剥离出来 婚姻中 夫妻不光要一起共同享受利益 还要共同承担责任 一方犯错 不可能立马就抛弃吧 这就好比你丈夫失业在家 也不可能因为他失业在家 就立马跟他离婚吧 无非你的长舍妇 夫妻间的共同责任感 不仅是对彼此 还有对社会 对债权人 蓝总 替洛威玉兰占过她 那些受害人就是对她的信任 对玉兰集团的信任 才陷入到这场骗局当中 你这样说话我不爱听了 生意场上只谈利益 你不能吃了亏就跟我谈感情吧 那之前你们得到好处的时候呢 你没见你给我的委托方分红吗 还有一点我要说明啊 我的委托方是否参与了落威玉兰 这件事情由相关机构调查结果为准 你说了不算 还有 整件事情里我的委托方是最大的受害者 让他替旁定方承担那些债务 不可能 你们要是这个态度的话 那些债权人肯定不会满意的 如果你们现在积极偿还债务 我至少可以保证 他现在其他的企业 能正常运营不受到干扰 否则他所有的企业竟然被封动 等到婚姻判决输之后 这些企业也得要申请破产 你什么意思啊 你威胁我啊 看车 你自己走吧 我们俩打车回去 你最好考虑一下 我刚刚在车上给你的建议 你不要用你的价值观 影响你的代理 这样下去 鱼死网破对谁都不理 我先说清楚啊 我没有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里 你不要小看我 想好了给我电话吧 等等 作为律师呢 我觉得你已经尽力了 这个案子 不是一个人可以解决的 所以我劝你适可而止 别在律所 是不是赚一笔律师费 就走人我不知道 至少我不是 我只希望我的代理人 拿回属于他们自己的钱 而不是一张胜诉才结束 所以我不会放手 咱们